10号为了守护下界 迎战七神陨落一次 那么下界八玉最终是什么结局呢 下界大劫初始的时候 10号就对上界大人物的所作极为不满 他们是下界生灵为草剑 致使下界生灵涂炭 10号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变下界的命运 守护下界的安危 当七神下界的时候 10号放弃了逃生的机会 毅然选择迎战七神 虽然落个陨落的结局 却是让八玉生灵躲过了被荼毒的下场 下界八玉也真正迎来的最为凡胜的时刻 那么下界八玉的最终结局如何 10号有没有守护住他们呢 自10号斩杀七神之后 上界与下界算是彻底绝天地通了 上界的大人物无法再来到下界 下界八玉犹如枯木逢春 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时刻 年轻一代高手辈出 虚神界每天都是人满为患 可惜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刻 很快就遭到了破坏 当10号身中折仙咒来到下界后 黑暗动乱就出现端倪 再加上末法时代来临 整个上界都陷入了阴影的笼罩中 无数强大的修士因此陨落 虽然当时并没有第一时间波及到下界八玉 但在10号成为先王之后 下界八玉还是难逃一劫 遭到了黑暗先王的袭击 整个八玉都被打残了 无论是火国还是石国都被夷为平地 10号从小居住的大荒也是四分五裂 下界的生灵仅剩不足一成 就连虚神界这片由精神构建的世界 也是早已残破 里面的牢笼被打开 封印的黑暗先王参与进黑暗动乱中 好在10号早早将整个石村封印 进同关中才避开这场劫难 而10号成为先王之后 他开始反哺下界八玉 让原本一片死气沉沉的八玉恢复了一些生气 大到印记有复苏的迹象 虽然八玉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景象 但好在10号还在尽力守护 不然就算是残缺的八玉也将不复存在 对此大家怎么看